那我們這個是那個城市人雜誌 應該是5月號的3月號我們會看 5月號的第一篇文章 我們會用R3演算法來當主題 那5月號會用R3演算法當主題 那但是R3演算法其實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演算法 那它跟低路下降法有密切的關係 那其實反過來看其實是下3演算法 那T2下降法不就是也在下降 只是它找的是最寫的一個方向去下降 那R3演算法是亂降 我隨便找個鄰居比我低我就降 那R3演算法的做法 我們先看函數圖 如果你在Google裡面輸入S2次方加3S加5 它會幫你做出這個圖 我稍微弄給各位看一下 Google其實在這部分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你會看到 而且這是互動性的 你這裡有一個點 OK 你可以看到我們R3演算法在做什麼 如果是下3演算法的話 那我一開始在這裡 那我就看左邊右邊 然後就一直往這邊走 走走走走到這邊的時候 我就看到說 左邊也高右邊也高 那我就不走了 就停下來 這邊下3演算法 那 這種想法你把它寫成層次 那就是一直去比兩邊 那如果哪一邊低就走哪邊 哪邊低走哪邊就對了 這邊下3演算法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像這樣子的想法 這樣子的想法 那我們就把它寫成層次 一直往低的地方走 一直走到最低點 然後你在最低點所看到的情況是 兩邊都比我高 那我就是最低了 兩邊都比我高 我就最低了 所以它的想法就好像水往低處流移 就一直流下來 那如果這樣就不叫做爬山演算法了 這樣就叫做流水下山演算法 那英文上面沒有所謂流水下山演算法 或下山演算法這種東西 他們就叫爬山演算 那所以呢 其實爬山跟下山是一體的兩面 如果你把那個平估函數整個反過來 乘一個符號 那下山就變爬山了 OK 所以呢 如果我們在Google裡面輸入負這個 那你會看到的是 是真的就是一座山 就是一座山 那如果沒有加符號就是一個鼓 OK 所以到底是山還是鼓呢 用一個符號就可以解決了 好 那如果有很多個山峰 那你這種方法走到小山丘就停了 可是這個比喻不是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個山峰 人如果爬到山峰的時候 他會看到什麼 他會看到一山還有一山高 所以你在這個山峰你不是最高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旁邊還有比一顆高的山 可是城市有辦法看到這件事嗎 沒辦法 所以用爬山來比喻這城市的話呢 其實沒有辦法體會那個城市會有盲點 那所以用下山的話呢 比較容易比喻這個城市的盲點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是流水下山要到谷底 那當你找到一個谷底 譬如說今天我這樣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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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這邊谷底了 我有沒有辦法知道到底還有一個更深的谷底 我沒有辦法知道為什麼 因為兩邊都是峭壁 兩邊都是山擋住的 根本沒有辦法知道說有沒有更深的谷 這就是城市在做這種算法的時候 他會遭遇到的困難 他沒辦法看 沒辦法一眼望去全山環蠟 他沒有辦法 他只能夠說OK旁邊怎麼樣呢 那這時候他就會碰到一個問題 既然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去哪裡找 所以爬山演算法或下山演算法在這裡就停了 那當然你可以說那我嘗試100次每次從不同的起始位置開始爬 這樣或許可以爬到好幾個山 那當然這是可以的 那所以如果是這個函數的話呢 我們就會發現不見得找到最低點 好 那這時候呢 嗯 你會看到說 這很簡單的單變數函數是這樣 可是多變數呢 多變數就不是一個 一個曲線而已 它是一個立體 這是兩個變數的情況 那三個變數以上呢 各位要去想三個變數以上其實 電腦是畫不出來 所以我們最多只能夠畫到兩變數的狀況 三個變數以上 電腦畫不出來 但是存在 你可以用 用程式宣告一個四維陣列也可以 五維陣列也可以 對 所以誰說不存在 存在 整個空間很大 可是問題是 這個空間很大 你又很難找 又難找 五維的 但是用爬山演算法可不可以 它還是可以找到某個區域最低點 但是它不能夠找到全域最低點 OK 好 所以 爬山演算法是一直往低的走 而且它不管旁邊有更低我就走 OK 但是呢 能不能更聰明一點 如果更聰明一點的話 那 怎麼走 如果我知道最斜的方向在哪裡 那我就一直往最斜的方向走 這種就叫做T度下降 T度下降 好 那因為這個最斜的方向成為T度 T度其實是最斜面的法向量 那投影到這個底下的平面呢 就變成它真正要主度方向 好 所以呢 爬山演算法就可以 稍微確定一下方向的話 就變T度下降 那這個是T度的定義 那其實它這個向量 因為這個E1WN都是向量 好 那透過這種方式呢 我們就可以計算T度之後 就可以找最快下降的道路 那各位還沒學神經網路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神經網路裡面有一個叫做 反傳遞遠鑽法 它就是一種T度下降法 那 反傳遞遠鑽法 我已經寫了喔 那 應該是說參考網路上的程式 那個程式是公共領域的 所以可以隨便改 就來把它從Python改成Java 3 那所以下次我們會講 講神經網路的主題的時候會講 它的一個 一個常用的那種 神經網路的函數 叫做Tangent 這個是一個雙曲函數 它不是三角函數的Tangent 這是雙曲線函數 對 它是雙曲函數的Tangent OK 雙曲線函數的Tangent 它其實是雙曲線函數的Sine除以cos 跟那個定義很像 所以才會借用三角函數這種概念 那你可以看到 OK 這是雙曲函數 OK Tangent 那 這個函數呢 它的微分 就是這一個 所以 如果我每一個參數 它的 它的曲線都是Tangent 它每一個 每一個參數的微分都是這個 那我既然知道微分的話 那我就可以T度下降 這是神經網路裡面所用的 當然現在講台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你還沒學神經網路 所以 這種T度下降法 其實 是找最斜的地方降 那最斜的 最斜的 我就想降的最多 降的最大 那不是一種灘然演算法 各位學過演算法沒有 有講到灘然演算法 OK 有講到這種法 像 最小擴展數 其實是一種灘然演算法 對不對 因為它每次都找最小 最小的加進來 最小的加進來 最小不會造成圈圈的加進來 就對了 那如果是動態規劃 動態規劃算不算灘然演算法 感覺有點灘然 但是 其實 我覺得可以 比較 比較廣義的解釋 是可以把它歸類為 某種灘然演算法 只是如果你比較狹義的解釋的話 就是灘然又把它分 又勾為一個區塊 對對對 因為其實到最後你會發現 這些方法其實都可以通用 我用一個角度看過去 全世界都是這個樣子 另外一個角度看過去 全世界又是那個樣子 每一個方法都可以用 但是每一個方法的強 強處都不一樣 它最擅長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 最小擴展數 是一種灘然演算法 那動態規劃 某種程度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也是一種 灘然演算法 OK 所以灘然演算法 到處都是 所以 灘然這件事情 在電腦上面很好用 我總是想找最好的 沒有人說 我要找不好 對 好 好 那這就是我們 這個 爬山演算法 一直到T度下降法 概念 那有概念 我們這種課 就是 會實做 盡可能會實做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 爬山演算法 到底 什麼樣子 來做 那各位 修過演算法的課 你在寫程式之前 你會不會自己 先寫一下演算法 大部分人不會 對不對 我也常常不寫 然後就直接寫程式 然後到最後發現 寫不出來的時候 就只好回來寫演算法 對不對 那 如果你 寫演算法 其實會幫助你 把事情想清楚 OK 但是各位寫演算法的時候 往往 你寫演算法 會不會覺得 演算法要用英文寫 其實 不是的 演算法 你可以用中文寫 可是你演算法 全用中文寫 感覺就 不是很像程式的 OK 所以 我的習慣是 我的演算法是中英夾掌 OK 我演算法中英夾掌 怎麼寫呢 S就隨便設定一個頸 就叫S 這樣是不是 感覺 又短又清楚 OK 那如果 S有鄰居 S'比S還要高 那 我就爬 怎麼叫爬 就把S 設成S'走過去 我的身體走過去 移到另外一個新的位置 新的位置就是新的體 OK 然後最後呢 這個話有會出來 是什麼時候會出來 S沒有鄰居比 沒有鄰居S'會比S更高 那他就是一個 三頂 他一個三頂 那就傳回來就好 爬完了 所以 這個爬山演算法這樣寫 感覺是不是 很短 當然寫成程式呢 就沒那麼短 可是也不慘 那我現在有一個 Hill Climing Simple 就是 簡單的爬山程式 這個簡單的爬山演算法 這個簡單的爬山演算法 當然有他的罩門 因為 他就只是用來解這種 而且是單變數函數 這個程式才有用 那首先呢 我們就定義 隨便定義一個函數了 那這個函數呢 我 去設一個步法 我每次爬的時候 要走多遠 一個人的一個腳步 腳步 一腳步 可能我們走是一公尺 那在這裡我們就不設一公尺 因為 沒有所謂的公尺 我們是設伏解數0.01 如果我希望精確到小數以下第二位的話 我設0.01應該就夠 如果希望精確到小數以下第三位 那我應該設0.001對不對 第四位就0.001 那就看你想精確到多少 那爬山怎麼爬呢 很簡單喔 這個無權回圈 然後呢 喔這裡 這裡的縮排沒縮好 如果鄰居 這個鄰居是誰呢 是右邊的鄰居 對 因為家呢 家是右邊 在圖上看是右邊 右邊的鄰居比我大 我就爬 對 如果左邊的鄰居比我大 或等於我也爬 OK 那如果左右鄰居都沒有比我大 我就停了 OK 所以是不是很簡單的一個程式 十行就寫完了 好 那這樣一個程式呢 我們可以用來解任意的單邊數還數 當然它不見得永遠都會到最低的谷底 但是它會到一個谷底 一個谷底 好 那 從你的起始點開始爬的那個谷底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程式拿來執行 執行 你隨便這個函數你可以任意改 像這邊呢 這個是再少s0 0方加3的10加5的最低點 好 那因為我們是用卡3的嘛 是往高的爬 所以我乘一個負1 乘一個負1 那這樣子 它本來最低點會變最高點 好 那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執行的結果是這樣 Node New Planning Simple 一開始它從0開始爬 然後0的那個 這個函數值是-5 然後呢 它從-5一直爬到最後呢 爬到-1.5的時候 得到-2.75 這個已經是3頂 OK 因為-5比-2.75小了 這些都比-2.75小了 那爬到這邊3頂 就結束 好 那如果呢 我不是想找這一個函數的最低點 我想找的是平方根 我怎麼做 我想找的是平方根 其實我可以這樣做 我就設定 s平方 減掉 你想找平方根的那個數 比如說我想找4的平方根 那我就減4 s平方減4 可是這裡有個問題 減4有可能是負的 對不對 OK 那我想找平方根的意思是說 s平方剛好等於4嘛 我不要負的 我不要正的嘛 那好等於4 所以 這一個東西如果取絕對值的話 那當它是0的時候 就是解答了 OK 取絕對值它是0的時候就是解答 所以我們就把它取絕對值 但是因為我們是爬山演算法 不是下山演算法 對不對 我們是用高度 所以再乘一個負1 就變高度 變高度之後呢 我們就拿進去解 結果 你就可以看到它從0的地方 是負4開始 一路走走走走 走到2的地方呢 是負0 所以 得到解答答案是2 它的平方根是2 但是 以這個程式而言 你是有可能 走走走 走到負2 因為負2呢 它的平方也是4 所以它的能量值也是0 OK 所以它其實是有兩點 好 那OK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程式 就找到4的平方根是2 OK 那 這個跟我們剛剛解這個方程式的方式是一樣的 我們都沒有改程式對不對 我們只改了什麼 我們只是把這一個函數改成 這個函數度解起來 改成這個函數 就這樣 其實程式沒有動 好 OK 那它就 從解這個最低點 變成解平方根 那你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做很多很多的 AI上面的事情 AI上面的事情幾乎都是在找能量的最低點 那各位去試試看 那我執行一次給各位看 那這個程式呢 我把它剪接下來 好 那我們呢 建立一個檔案 把它整檔 那我把它放在 我們 我們CCCC的AI 這邊還沒有AI 這邊還沒有AI 新增的資料 好 AI的資料夾底下 然後呢 然後呢 存好之後 我們啟動 Node.js 然後呢 存好之後 Node.js 我們看到這個程式 對不對 JavaScript的程式不用編譯 直接執行就好 OK 你可以看到它的執行結果 一路在卡 對不對 從0的地方 0.1 0.2 我不是有系統性的說 從0開始一定這樣長 我們的程式就只是靠著 鄰居是不是比我大 4的話我就爬過去 就這樣的步驟 所以他就知道再爬 那因為我們是先檢查 右邊 再檢查左邊 所以他就 右邊如果比較大 他就先走右邊 這個是有規 規則性的 那你也可以隨機的 好 那所以 以這個程式而言 右邊比較大 他就會先走右邊 一直走走走走 走到 兩邊 都 都比他小 他就停 兩邊都比他小 他就停 那就不來 好 所以這個程式 法三檢證吧 很簡單 我們的程式總共只有 從頭到尾21行 而且 應該是20行 那最上面那兩行是什麼 最上面這兩行是引用還是cube 這個第一個是引用UTI 這個還是cube 奇怪我沒用到 有 有嗎 搞不好沒用到 我可能都會引用 所以這一行好像不需要 log這個倒是有用到 因為我有log 所以這個其實應該是這樣 比較好看 收盤也收好 那 再執行一次應該還是ok 所以其實剛剛那個第一行沒用到 那 log這個其實你可以一直寫council log 可是 因為 我覺得太長了 常常要用log 就 就先把它設定成 比較短的寫法 所以其實還可以再說 再說的話 就變這樣 這樣子應該也ok 那這樣就剩18行 對 ok 對 所以 發生演算法真的非常非常簡單 簡單的不得了 但是很好用 那 各位呢 現在我們要出一個問題 讓各位的家裡作業 請你用 爬山演算法 去解 連立方乘4 各位都學過嘛 國中學過對不對 國中學的是 二元一次連立方乘4 對不對 那你就用二元一次 你如果想挑戰一個 那就把線性代數出來 線性代數不就是在解連立方乘4 對不對 那你就通用的線性代數 任何一個矩陣乘也s 這個向量之後會變成y 那 你只要輸入s和y 應該是說 輸入矩陣和y 那 請你解除s 怎麼解 爬山 講講看 但是多變數喔 多變數怎麼辦 每次要調哪一個 變數呢 一個很簡單的想法是 隨便選一個 隨機選一個條 隨機選一個條 你總有一天會 隨機挑到你要的那一個嘛 對不對 那就調啦 電腦又那麼快 你自己想想看 一個矩陣就算是 假設是10x10 那他的s也只有10個變數 10個變數 我隨機選一個 我平均選10次就會選到那一個 對不對 所以 我的電腦反正很快 那我花個100次 不就會選到好幾輪了 10次 一葉效果 是一個儀成10的組成 14 他是繁音節節就放在四個變期 OK 想講給大家想看 給立方程式 我覺得這個滿有趣 所以呢 爬山原哲法 拿來解 給立方程式 這是我們今天的行評 谢谢大家